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五座的SUV 我身边的这台蓝月探响版 也就是蓝月的五座版本 之前的蓝月的系列全部是七座 这次五座版本的推出 进一步风控了它整个产品阵容 那么这台五座版本它有两个版本 一台两驱一台四驱 分别售价179.9和189.9 我们还近距的了解下这台车它有哪些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蓝月的七座版本 车型它的前脸是几条粗大的前戈衫 显得比较商务和成熟一些 那么五座版本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横条状的戈衫变成了这种树状 官方名称叫狮子流星雨的设置敏感 另外它的左右的雾灯区 样式也变得更加的运动 更加的夸张了 所以看到这张前脸 第一时间可能这难道是一定要懒月吗 有点太人相信 虽然是五座版本 其实是一次中期改款了 这台车的整体车长超过五米 轴距达到两米九 空间非常的大 我们进到车内来感受一下 这台车的整体内饰依然延续了七座版的设计风格 前方一块双0屏 这里也有一块屏 加两个空调的物理炫钮 三块屏的设计 加电子换挡无线充电位 背架 这些物理炫钮 整体的配置水平还是很高的 包括这台高配车型 也提供了R2的自动驾驶 包括语音交互等等功能都是完备的 可以看到它的空间 听见表现 前排头部非常的高 我觉得即使一米九几身高的人 坐在这台车的前排也不会感到压抑 前排座椅的宽度50公分 好 我们看一下后排的表现 一到了第二排就感觉 第二排的腿部空间相当大 轻轻松松接近40公分了 基本上跟奥迪A6宝马X5的水平差不多了 而且它第二排座椅宽度也达到了55分 整体的乘坐头部空间 腿部的支撑 包括正向的空间感 确实都还是不错 所以七座改五座 极大的改善了它的第二排乘坐体验 我们来对比一下那台七座版本 看到了没有 跟七座版本的区别就是 七座版本 这也是麻将牌上的换挡 那么五座版本改成了电子换挡 其他方面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包括翻向盘上的设计 此外的话 这里也发生了变化 五座版本用了空啥的物理旋钮 而七座版本这里的设计 我觉得要更雅致一些 包括它的无线充电位的位置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重点来感觉一下第二排的空间 这台七座版的车型 其实后排空间也不差 差不多也是接近38公分的宽度了 以我178的身高来实测 第二排的腿部空间也表现不错的 那么第二排的座椅 也有50公分 所以虽然七座版 五座版座位数不同 但是前两排的空间 包括座椅的乘坐感受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时候 在我们看到后面的话 它的第三排座椅前方就只有这么夸了 第三排基本上已经不太能够人了 可以看到它五座版的后备箱非常的大 基本上一般SUV到这里90公分 而它可以到115公分 重身非常的大 所以这就是五座版车型的好处 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箱 而且整体上来说 五座版车型依然大展是 它那套高性能的发动机 可以最大输出261匹 零百加速可以在8秒以内 所以这台车无论是说的 价格还是从它的动力 包括它的空间表现来说 我觉得都比七座版更加的适合家庭